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所以翻不起这个脸 今天我们再重说一下这个事儿 邵政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邵政是一个鲁国的小官名 卯是他的名字 信誓不详 当年那个孔子在鲁国开设学堂的时候 邵政卯故意在他的对面也开了一个学堂 而且邵政卯口才特别好 就属于油嘴滑舌 当然我们从正能量去解释 他是风趣幽默 对吧 而且他把学费订得比孔子低 所以他的生源一直比孔子好 甚至孔子最惨的时候呢 只有赢回一个人在听他讲课 后来孔子发达了 做了鲁国的大司寇 也就是鲁国最高的政法行政长官 只当了七天 他就把邵政卯给杀了 而且曝师三日 就放在大太阳下晒了三天 不许人收尸 他杀生卯 邵政卯的五条理由 是什么呢 这个人心思很坏 这个人有机会就会祸害这个社会 等等等等 反正五条理由都差不多 然后后世崇拜孔子的人呢 都为孔子杀邵政卯 找了很多理由 想摆平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认同 邵政卯所作种种 都没有违反鲁国的律法 你不能因为这个人心思坏 有可能做坏事去杀他 那就太可怕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最明智的一个人 就是齐国的燕英 燕子 他虽然个儿不高 然后呢 很有才能 他就劝说齐王阻止了孔子入齐 而且当时齐王是要给孔子封地封关的 他说此人说礼教 说那个防文辱节 这个东西是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 事实证明 燕英是对的 昨天呢 进了一个直播间 看见主播呢 在那儿